今天解稿前政坛的大新闻 行政院长刘兆玄请辞获准 那么他的位置呢 由这个吴敦毅来接任 那么对于这个政坛的大新闻 总统夫人周美清 一贯这个不碰政治的态度 今天下午他来到了 921地震园区 看纪念影片 也于这个新启用的电影院呢 他的座椅会模拟这个影片 921当时的震度而震动 小朋友吓得哇哇大哭 而周美清抱着孩子 安慰看起来有妈妈的味道 纪念921十周年的前夕 总统夫人周美清 牵起南投受灾学校 港员国小的学生 体会当年惊心动魄的天摇地焊 地震是发生在凌晨1点47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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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柏林七点二级的晃动太逼真 让这些当年没经历 921的孩子们 也害怕得放声尖叫 周美清抱紧孩子们安慰 欢迎的是最关心小朋友的 周美清老师 同学来看今天的出席 欢迎 与921灾同相见欢 一同观赏纪录片 当年的灾同长成大人 回乡及往事却是历历在目 泪如雨下 灾同的痛 周美清都懂 现场不会害怕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会有点害怕 就是不玩意 你遇到地震的话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先發呆一下再思考下一步要什麼走 怕黑一遇到地震 用衝的也要衝出家門 這些痛即使過了十年都難以磨滅 中間新聞韓志興咒語的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